为缓解纽约市的住房短缺问题 市长亚当斯周四宣布采取三大措施 包括修法放宽空置的办公空间改建住房的规定 加快改建审批流程 并将曼哈顿中城以南办公区改成商住用筒社区 亚当斯与城市规划局总监加罗·德尼克 在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再次强调住房机会YES城市计划 将采取三大措施促进空置办公楼改建为住房 预计未来十年可新增两万套住房 按计划亚当斯将提案修改现有的土地分区规定 允许全市任何地区 凡是1990年之前建成的办公室 和其他非住宅建筑都可以改建为住房 修法提案将在今年秋天举行公听会 并在明年初正式提交市议会审议 亚当斯还启动了名为办公室改建加速器的计划 整合市府资源并简化审批流程 协助业者评估改建可行性 加速取得相关许可证 以完成复杂的改建开发案 另外还提出中城以南混合用途社区规划 将曼哈顿中城从第40阶到第23阶 从第五大道到第八大道的区域 改成全天候的生活和工作混合用途社区 这项计划也将在今年秋天开放公众评议 MTA交通检视委员会 周四就拥堵费征收细则举行听证会 再次针对小型车 卡车 出租车 共享汽车的收费标准 折扣 津贴等展开讨论 此次听证会由六位委员会成员 和六位MTA代表出席 主要讨论关于出租车 Uber和 Lyft 司机征收拥堵费的标准 会议上 委员会直言 司机不应该交纳任何拥堵费 各方应达成一致 商讨解决方案 MTA对外关系副主任麦克逊表示 委员会经过评估发现 如果对出租车每日征收超过一次堵车费 将对该行业司机们产生极端影响 如果每天只征收一次 则出租车使用量就会增加 而堵车费征收目的是改善交通拥堵问题 最终征收费用是否落在乘客身上 将是政策决定的关键 MTA当天还针对已经收了隧道费的司机 提出双向抵免优惠 以及各种卡车的堵车费计算方案 部分委员则希望 为低收入的出租车司机争取豁免权 不过MTA当天还没有落实黄色计程车的收费方式 具体决定每天收一次费用 或是按每趟计费 将由6名委员决定 纽约州卫生官员周四发出警告 一种罕见的食肉细菌已在今年夏天 导致东海岸地区至少8人丧生 其中包括一名长岛居民因伤口感染而死亡 当局呼吁身上有未愈合的伤口 尽量不要下海游泳 这种食肉细菌属于创伤胡菌 大多生长在盐水地区 在每年5到10月的温暖天气则更为常见 患者感染后病程发展迅速 症状包括腹泻 胃经栏 呕吐 发烧和寒颤 引起败血症以及致命的伤口感染 许多幸存者也因此节知 据报道 今年夏天 康州有两人因感染创伤胡菌而死亡 另外还有一人是在州外食用生蚝之后感染住院 纽约州也有一名长岛居民因伤口感染而死亡 州府在周四发布公告 提醒民众创伤胡菌虽然罕见 但已不幸传入了纽约州 并且可能极其危险 州卫生局建议身上有切伤擦伤或在最近穿孔或纹身的民众 应避免暴露在温暖的海水之中 或用防水的创可贴覆盖伤口 而免疫系统受损者则应避免食用生蚝在内的生鲜贝类 在处理生贝类时应戴上手套 并在事后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洁双手 MTA票价上调计划将于本周日生效 公车和地铁的基础票价从2.75元提高到2.9元 是2015年以来7年内首次上调 长岛铁路、北线铁路的票价也将上调 MTA董事会在上个月全票通过 将基础票价上调约5.5% 公车和地铁票价从2.75元提高到2.9元 地铁周票价格从33元涨到34元 月票价格从127元涨到132元 长岛铁路和北线铁路大多数线路的票价 也将上涨5.5% 董事会还批准上调桥梁和隧道通行费 使用EasyPass的桥梁和隧道通行费增长6% 邮寄支付者通行费增长10% MTA曾在2019年针对地铁周票和月票票价调涨 但未调涨过单次的2.75元计价 此次涨价是2015年以来首次上调 桥梁和隧道通行费则曾在2021年上调 MTA说 车票费和桥梁隧道通行费 约占MTA2023年运营预算的40% 这次涨价预计每年将为MTA增加3亿元收入 据统计 MTA每年因逃票损失近6.9亿元 MTA官员认为 这次涨价是恢复常态 还计划每两年调整一次票价 以跟得上通货膨胀 并计划在2025年和2027年再分别涨价4%